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那边有宣导 也有教育 是告诉我们疫情之后 我们的生活跟过去是会有一些不同 我们的确要有一点心理准备了 但是我想到圣经传道书 第一章第九节有一句话说 其实在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没有什么是叫做新的了 这个疫情当然全世界性的疫情的确是很少见 不过流行病或者是瘟疫在地球上其实也发生过的 那么我们重要的是用一个平常心来看 我们相信主的恩典够用 我们就靠着主恩典来开始适应新的疫情之后的生活 那么对教会而言 下个礼拜我们有宣教联会 那宣教联会呢 其实我们是欢迎弟兄姐妹来到现场参加的 在今天的崇拜里面已经报告了 在这个礼拜六早上的九点钟开始 我们会有拆传讲座 那么之后呢 我们也有讲座之后 下午有两点开始有拆传的主日 这些都是为了礼拜六和礼拜天崇拜的录影 所以呢 在录影现场 欢迎大家也到教会来参加 特别介绍一下 不止第一次了 第一次我介绍过这位讲员 今天再补充一点点 就是这位讲员和他的师母 就是陈维恩牧师师母 那么是一位很特别的家庭 在台湾人当中 他们愿意到偏远的地方宣教 好消息频道也采访过 他们很特别的身世 那么他们呢 这次也会带两个女儿一起来 全家一起来 你可以透过跟他们的互动 来更多了解 神在他们生命中 所写下的一段特别的故事 欢迎你来 今天晚上 我们就特别为疫情后教会的生活 每一个人家里的生活 我们来祷告 求主为我们预备 开我们的眼睛 给我们力量 请师母带我们祷告好吗 好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你带领台湾 这几个月来 平平稳稳的度过这个疫情 虽然这个疫情 暂时不会从世界上消失 危机仍然存在 主啊 我们求主特别深带领 在这个疫情之后 这个慢慢的开放 各方面的生活 恢复正常的时候 愿主你让我们心存感恩 也能够稳健的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 做好我们个人的防护 主啊 也为了公众的健康 我们更多学习 彼此体谅 彼此谦卑的为对方着想 主啊 我们求主带领这个星期六 星期天宣教年会 马上就要开始 最后的预备 我们也求主预备 我们每一位的心 让我们渴望来到神的殿中 和宣教士一起来见证 神在人类的历史当中 现在要我们做什么 什么才是你的心意 愿主你吸引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坦然无惧的来领受 神要给我们的信息 也预备我们的心 打开我们的心眼 看见我们的家之外 我们教会四面墙之外 台湾之外 这个普世还有那么多 神所爱 神所纪念 没有忘记 神没有忘记的 他所爱的子民 在那偏远的小岛上 主啊 我们求主你打开我们的心窍 让我们 你把你的心意 也给我们力量 能够按着我们的能力 投入宣教的事工 因为你来的日子近了 主啊 我们也为我们自己 在这个过程中 要从没有聚会 要再回到教会来 很有纪律的 继续的敬拜和侍奉 愿主也整顿我们的心 我们的家庭 让我们真的是能够预备好 再次回到教会里面来 好像过去一样的来敬拜你 主啊 虽然这个瘟疫是两百年来 再一次普世性的大瘟疫 但是并不是新的事 主啊 让我们的心安稳在你的里面 我们靠着你的力量 我们凡事都能做 我们都可以处 无论是丰富 是贫穷 是卑贱 我们都可以处 因为靠着主 你给我们的力量 我们也在每一个阶段 人类历史和我们个人生命史 里面每一个阶段 我们靠着你得胜有余 也平平安安的度过 我们感谢你 你是我们的牧者 一路的引导 我们个人和教会 和整个台湾 整个世界 来面对这个病毒 求主你亲自施恩带领 止息这个病毒 所造成的各样的灾害 我们这样祷告 感谢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 在拆传年会之后 就进入六月了 我们期盼着六月是 全面的恢复 现场的聚会 为这个祷告 好的 晚安 再见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